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结构耐震设计导论构架设计课程3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地震力的计算 何谓地震力 此处我们以用一台车为举例 当今天这一台车子受到一个核外力为F的力量的作用 那根据纽顿第二运动定律 它核外力F跟质量还有加速度 我们可以用F.NA这条式子来描述 那汽车如果突然加速的话 人会因为惯性力而向后寝 那结构呢其实就像是车上的人 汽车呢从人的脚底传递力量到人的身体 使整个人达到加速的效果 那基础呢就相当于汽车上面的人的脚底 那结构呢就像是汽车上面的人的身体一样 地表突然由禁止而产生加速度 那房屋呢也会因此产生惯性力而导致房屋倾斜以及变形 地震力呢可以由质量跟加速度的成绩而得 质量的部分呢工程师可以由结构模型计算得到 加速度的话我们可以由规范或者是实际地震的加速度的历史而得到 那这边呢我们主要以规范所给我们的加速度 然后我们乘上结构模型的质量来得到我们要 施加在结构上的设计地震力 那各位可以去上网下载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及解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主要会用到第一张跟第二张 一个是通辙另外一个是经历分析方法的部分 那法规设计地震力经历分析方法 这边主要给了三种要考量的地震力 第一个是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 第二个是最大考量地震 第三个则是中小度地震 那么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呢 是一个以475年回归期 50年超越激励为10%的设计地震力 那它的地震力的计算公式呢 就如后面这个式子所描述 那这公式里面的各个参数的计算 以及来源我们后面呢会跟各位介绍 那最大考量地震呢 则是以2475年为回归期 50年超越激励为2%的地震 那它的地震力的计算呢 以后面这个公式来计算 至于中小度地震呢 则是以30年为回归期 50年超越激励为80%的地震 那一般公尺跟台北地盘的中小度地震的计算公式呢 就如这两个后面的公式所示 那我们这边呢 主要呢是以讲述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为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的各个参数的中文名称 首先呢这个V呢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 那这个I呢也就是这个I就是所谓的用途系数 这个SAD呢是公尺设计水平加速度反应系数 那么W呢则是整个节作物的全部进载重 αY呢是起始降幅地震力放大系数 FU呢是结构系统地震力的折减系数 首先我们先来找这公司里面的SAD 第一步我们先选定公尺 我们根据耐证设计规范的表2-1 可以查到那个正区的短周期水平谱加速度系数SSD 跟1秒周期水平谱加速度系数S1D 那如果今天公子位于台北盆地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找表2-6 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公子所对应的微分区 然后再找到这微分区所对应的SSD跟S1D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的部分呢 之后也可以直接跳到步骤4 那左上角这一张图呢 就是在讲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公子位在哪个行政区 哪个县哪个区或者哪个乡镇 那我们可以呢从这地方找到对应的SSD跟S1D 那如果今天是位在台北盆地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这公子是位于哪一个区哪个里 那我们可以找到所对应的微分区 那我们可以从这微分区呢去找到对应的SSD跟S1D 那第二步呢我们要考虑禁断层的效应 那对于禁断层的区域来说呢 这个公子的加速度啊它的系数受那个断层的特性 以及这个断层呢跟我们这个公子的距离所影响 那我们可以去找到我们这个公子呢所距离这个断层的距离 由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网站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从表2-4-1到表2-4-7呢 来查询对应的禁断层的调整因子 NAD跟NVD 那我们把这个NAD跟这个NVD呢分别乘上这个正区的普加速度系数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得到的SSD跟S1D 这两个相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SSD跟S1 那这一页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表2-4-1 到表2-4-7的其中的两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告诉我们说 如果今天我们公子假设距离侧隆普断层很近的话 那它的NA呢跟NV呢我们就必须要来考虑一下 那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公子呢距离侧隆普断层小为两公里 那它的NANV呢在设计就是最小设计水平总能力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分别要用1.23跟1.36 那如果是接在2公里到5公里之间呢 我们就是用1.16跟1.32这样子 一直类推 那如果说够远的话 这个距离够远我们就用1.0就可以了就不放大 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地盘的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子啊 它并不是一个坚实的地盘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土壤非线性放大的效应 那我们可以从专探的资料 然后来得到各个图层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去由公式来求得这个简历波数 然后来判断地盘的分类 那我们判断好地盘的分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由前一个步骤所求的SS跟S1 然后搭配耐症规范的表2-2 我们就可以得到公子的放大系数 FAD跟FBD 那我们再乘上前一个步骤所得到的SS跟S1 我们就可以得到公子的短周期 与1秒周期设计水平普加速度的系数 SDS跟SD1 所以从这步骤我们可以知道 SDS会等于我们刚刚所查掉的一个表 FAD乘上SS 那也就是这个公式这样子 那SD1呢 就等于FBD乘上S1 然后就等于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个式子 那SD4步呢 我们就应该计算一下结构屋的基本的振动周期 那我们根据耐震规范呢 我们如果要求结构屋的基本振动周期 我们可以把结构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钢构造建筑物 然后没有结构墙 一些家境构材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钢筋混淆土的结构屋 那或者是钢筋混淆土的建筑物 跟钢造偏心协称建筑物 然后没有墙 或者是家境构材的 就用这个公式 那如果是其他建筑物 例如说 可能是钢筋混淆土的建筑物 然后它有结构墙 那我们就用0.05 HN的四分之三次方来表示来计算 那这HN呢 是基面到屋顶的高度 那各位要记住 这个单位呢 是公尺 因为上面这三个呢 是一个经验公式 所以这些 这个值呢 它是有单位的 那第五个步骤呢 我们就来决定呢 水平谱加湿度系数 那我们刚刚已经求得 结构屋的振动的周期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整个地盘 整个公尺的 它的SDS跟SD1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说 今天这个结构屋呢 是落在哪一个周期之间 那如果落在哪个周期之间 来决定说这个结构呢 它的一个加速度的系数 要用哪一个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 这个结构屋的周期T呢 是落在0.2倍的T0D的话 那所谓的T0D呢 我们这边定义为转角周期 就是我们把刚刚的SD1 去除以SDS 就是所谓的转角周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结构屋呢 水平谱加速度系数 也就是这个SAD呢 它就带这个SDS 去乘上后面 这个东东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我们结构的周期 是落在0.2倍的T0D到T0D之间的话 那它的SAD呢 就用SDS来代表 那如果是落在1倍的T0D 到2.5倍的T0D之间呢 我们就用SD1 除以T来表示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 是周期呢 是超过2.5倍的T0D的话 那我们就用0.4倍的SDS 那各位可以发现到说 如果今天我把T带0.2倍的T0D的话 这两个狮子刚好会同时一样 那如果今天T呢 带T0D的话 那这两个狮子刚好会一样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带2.5倍T0D的话 那这两个狮子刚好会一样 那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函数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子位在台北盆地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找表2-7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公式 那我们把刚刚那一 这四个公式呢 把它 就是用成一个 X走为周期 然后Y走为SAD呢 把它画成出这样子一个曲线 那样子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如果今天这个结构的周期T啊 它小于0.2倍T0D的话 那它SAD呢 就从 那个0到0.2T0D之间 这边是一个线性的一个阶段这样子 那如果说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结构物 它的周期呢 是趋近于0 也就是说它无限刚性的情况下 那它SAD呢 就会等于0.4倍SDS 那这个0.4倍SDS呢 我们就称它为等效地表的一个加速度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 这个T呢 是借在0.2倍T0D到T0D之间的话 那我们就用SDS来作为这个设计的SAD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 这个周期呢 超过T0D的话 那我们就用SD1除以T来表示这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周期又变得更长的话 今天这个结构的周期很长的话 那规范这边设一个下限 就是最低呢 不能低于0.4倍的SDS这样子 当作保守 那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容许的韧性容量 以及折减系数 刚刚我们已经求完SAD了 那因为我们规范呢 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为我们结构有韧性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地震力呢 做一个折减这样子 然后用它的韧性来折减 那可是规范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收到这个设计的地震力啊 那结构体呢 它的韧性呢 不能超过容许的韧性容量 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结构的 那个韧性用尽这样子 在承受设计的地震力的情况下 那规范这边呢 告诉我们这个容许韧性能量 RA呢 要怎么取 那这个就看这个公子呢 位在的地方在哪 如果今天是一般公子 或者进断成区的话 那这RA呢 这个人血肉性能量 我们就用1加R减1除以1.5 那台北盆地呢 它的容许韧性容量 RA呢 就是用1加R减1除以2 那这一个R呢 韧性容量呢 它是跟我们结构的系统是有关系的 你如果今天是用钢结构的 或者是它有耐震设计的 那R就会高一点 那如果今天这房子是没有耐震设计的 那R就必须要低一点 那这些呢 都可以从表1-3去查 根据我们的结构系统 然后去决定我们R子要使用多少 然后呢 再看我们公子在哪 我们就可以决定 我们容许韧性容量去哪一个 好 那我们求得结构容许韧性容量RA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依照结构的周期来决定这个结构系统的 地震力的折卷系数FU 那因为呢 我们纵然这个结构它可能有很好的一个RA 但是呢 如果今天这一个结构的周期很短 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很硬的话 那我们可能直觉上来认定说 它的韧性的可能也比较难以发挥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又做一个小小折减 就是做一个折减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周期啊 可以从这个表来看 从这个图来看 今天这个周期呢 越来越趋近于0的时候 它这个FU啊 这个折减系数呢 就趋近于1 但如果说今天这个周期呢 越来越大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结构越来越软的时候呢 那它能够折减的系数FU就越来越高 最高到RA这样子 那就看我们这个结构呢 它是借在0.2倍的T0D 还是到0.2跟0.6T0D的之间 还是借在0.6T0D到T0D之间 或者是超过T0D的 来决定说我们的FU要使用多少 好那FU决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决定这个用途系数I 那这个结构的用途系数呢 那规范呢 2-8-呢 把结构分成了四类这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结构啊 它地震之后 它必须要维持机能 这个I就要用1.5 那如果说今天呢 这个结构呢 有储存多量的毒性 爆炸性等危险物品 也是用1.5 那如果是供公众使用的 或者是办公室 教室 商场 那就用1.25 那如果是一般的住宅啊 第四类的这种建筑物呢 我们就用1.0 那详细的 各位可以去看这个 耐震设计规范的 第2-8解 会更多的描述 那用途系数I决定完之后 接下我们就来看 结构物的起始降浮 地震力的放大倍率αY 那如果今天这个结构呢 是一个钢结构 那我们采用容许应力法 来设计的话 那这αY我们就用1.2 那如果今天是用钢结构 或者钢骨混凝土 钢骨钢金混凝土 构造呢 但是我们是使用 极限强度设计法 我们αY就用1.0 那如果今天呢 是钢筋混凝土构造 然后呢 我们一样也是使用 极限强度设计法 那我们那个 就是载重因子呢 是用1.0的话 那我们αY呢 也是用1.0的 那这边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耐震设计规范的2-9解 有描述到 那刚刚前面呢 七个步骤的我们已经求到 sad fu i 跟αY 那w呢 这个结构的种种呢 我们可以由工程师的模型呢 来求的这样子 那规范这边呢 sad除以fu呢 有在做一个就是修正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这个sad除以fu的小0.3的话 那我们这个就不修正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这个值呢 接在0.3到0.8之间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一个公式来修正 然后再带回去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sad除以fu超过0.8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公式来修正 带回去 然后计算我们的最小设计水平总和力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呃统整起来的一个设计的流程 那那这边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选定公子 这样就可以去查表 去找到ssd跟s1d 那如果今天是位于台北盆地的话 我们就直接调去步骤4 那当然我们要去查for台北盆地的表格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 进断层的效应这样子 然后去查表 那就可以找到na跟nd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地盘的影响 如果今天这个地盘呢 它不是坚实的地盘 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有没有放大的效应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a跟fb 那接下来我们要计算结构物的基本的振动周期 那我们可以用经验公式来求得量子 那第五步呢我们就可以来决定我们这个结构物的水平谱加速度的系数 从前面这几个参数来决定 那因为呢 那规范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用结构的韧性 用容许韧性 然后呢去折减我们的地震力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决定结构容许韧性能量跟折减系数 fu 那最后第七步呢我们就来决定一下结构物的用途系数 i跟起始降浮地震力放大的倍数 α y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计算那个我们要所要设计的最小水平总额力 b 这就是我们整个计算地震力的一个流程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最大卡朗地震跟中小度地震 那其实这个流程呢是差不多的 那之后在中老师的课程呢会特别详细提到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只是先给各位就是设计一个构架 然后这地方我们就就仅以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为解说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示范例这样子 这是我们前面课程所提到的一个空构架 那这个空构架呢一样的我们从这个3D构架来取出一个门型构架 让各位可以手算这样子 好那假设我们这一个公子呢是设定在花园线的锐税箱 那我们现在要算的是最小设计水平总额力 所以我们就去查这个表格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SSD0.8跟S1D0.45 那我们假设呢这个公子呢距离断层是两公里以内 那因为这个花园线的锐税箱呢它距离这个花园断层呢两公里以内 那我们就必须要考虑NA跟NV这样子 所以分别是1.12跟1.58 所以呢我们刚刚找到这两个值之后 把我们刚刚就在前面所找的SSD跟S1D把它们两个乘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SS跟S1 那第三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地盘的影响 那我们假设呢这公子属于D类的地盘 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所求到的SS跟S1 然后发现的是大于0.9跟0.5的 那所以呢这地方我们FA跟FB呢我们都用1.0这样子 那所以乘完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些值这样就得到SDS跟SD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计算结构的基本的振动周期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建筑物 那我们没有结构墙、简历墙或者家境的构材 那因为我们这个屋顶呢到基面的高度是总共是6公尺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规范的公司呢来计算我们结构物的一个基本振动周期 那计算的结果呢大概是0.2684秒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决定说我们这个结构物的周期啊 它是落在这个设计反应谱的哪一个段这样子 好首先我们要先决定一下转角周期 那这个转角周期T0D呢就等于SD1除以SDS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是0.6259秒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求的这个周期呢 那我们发现呢它是借在0.2倍的T0D到那个T0D之间 所以呢我们这个SAD啊就取这个SDS 就是所谓的1.136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下韧性容量 这容许韧性容量跟折减系数怎么求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个是一个钢筋护印图造的特殊抗弯架架的结构 那因为我们这地方设定它是一个特殊抗弯局的构架 那所以我们这个韧性容量呢可以用到R等于4.8 那因为我们这个公子呢是不是台北本地的 它是做了一半公子跟进段层区域的 所以我们RA呢就使用这个公式 1加R减1除以1.5 那我们算出来是3.53 那因为我们这个结构的周期啊 T它是借在0.2倍的T0D到0.6倍的T0D之间 所以我们的折减系数FU呢就只能用到根号2倍的RA减1 然后算出来呢是2.1617大概是这个位置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来决定一下结构的用途系数跟起始降浮地震力的放大倍数 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一般住宅 那我们用途系数RA就用1.0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钢筋护印图的构造 那我们地震力的载重印尺呢后面是要用1.0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αY也用1.0 那我们有了前面的这些参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一下最小水平总和力 那我们刚刚把SAD除以FU呢得到是0.4615 它是借在0.3到0.8之间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修正 那修正之后呢它就变小大概是0.384 那我们把这0.384呢带到这一个SAD over FU的Modify的这个东东里面 那我们再把刚刚所得到的参数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最小设计呢水平总和力呢 是0.2743倍的W 那这是我们这个门型构架在前面课程所求到的一个进载重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些进载重呢算出来38.67吨 我们把这个进载重呢放到0.2743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呢 这边就是10.67吨 那这个10.67吨就是要加在我们这个门型构架上 那这个10.67吨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地震力这样子 那当然各位以后在设计这个期末报告的时候呢 应该也要考虑中小度地震跟最大考量地震 这样子才是OK的 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先做个简单的解说 那至于后面的最大考量地震跟中小度地震的话 那钟老师呢后面课程会再介绍这样子 那这边就先告诉同学呢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期中期末报告的设计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